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教父倪提高雇佣年龄至70岁 应对孝子老龄化问题 中新晚5月15日点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教父15日在未来投资会议上提出一项翻针 为让有意愿者可工作到70岁 你把确保工作机会规定为企业的努力义务 据报道 除了通过废除退休制 延期退休年龄或提高继续雇佣年龄 有企业继续雇佣的方法外 还将把到其他企业再就业 帮助创业等也加入努力义务的选项 此举止在实际上扩大工作平台 将向2020年的例行 国会提交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书证案 随着孝子老龄化进程 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一代人口拒减 确保劳动力成为一大课题 安倍丈夫提出实现终身不退休社会 也有意增加工作了工作的老年人 让其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长方 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议上称 迎来人生一百年时代 立正修改法律 从而能让有意愿的老年人 在社会上发挥经验与智慧 强调了有必要依据老年人特征准备多种选项 与会者中提出了确保工作机会很重要 也有必要留意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很大等意见 现行法律规定企业 有义务通过废除退休制 延迟退休年龄或引进继续雇佣制度 雇佣全体有意愿者到65岁 政府有意在维持这一内容的基础上 有关雇佣制70岁 除了现行法律的废除退休制等 三项确保措施外 还加入 实现在其他企业的在住业 自由职业合同 帮助创业 像NPO法人等社会贡献活动 提供资金这四项 把总计七项写入书状案 不设法则 计划向积极行动的企业提供财赚援助 修改法律后 将关注企业的举措开展情况 把七个项目的任何一项规定为义务 也将讨论若违反则公布企业名状细议 原则下 六十五岁的公共养老金开始领取年龄不做上条 再见 再见 继续